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 这并不怪我们的马人爸爸 淘宝成立之初 经历了飞速的发展 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当时淘宝的发展黄金17生意确实是好做 在淘宝那真是没有难做的生意 淘宝来帮你引流 淘宝帮你宣传推广 你只要有东西卖 确实都可以赚钱 但现在不同了 卖家数量的剧增 产品的高度同质化 运营成本的不断攀升 种种迹象表明 今天的淘宝确实不容易了 但仅还如此 不争的事实是 有关机构预测 我国点字商务 2018年成交规模将达到28.4万亿元 淘宝双11更成为全球知名的购物狂欢节 2017年全天销售额1682亿元 让老外连呼 难以置信 也就说 网店卖家竞争增大的同时 消费市场也在同步加大 大家都是烦人 相信很多人开网店就是为了赚钱 小编在武汉100地网店转让平台从事着运营工作 因为公司主要提供的就是各类网店转让的服务 所以不可避免的接触到许多卖家 因而了解到许多失败的案例及成功的经验分享 因而算是比较了解网店运营的相关知识了 总结出自己的一些心得 那就是归根到底 作为一名网店卖家 在运营中如 古想要赚钱 没有几个套路 你都不好意思 说 自己是货店商的 套路一 逢节必促 现在的节日真的是太多了 逢节必有促销 因而对于网店卖家 尤其是经营店铺的人来说 情人节和圣诞节 五二零和七夕 母亲节和父亲节 都是营销的好时机 借着节日不仅为生活增添一些快乐 通过软利 薄利多销来实现双方共赢 套路二 平时促销 比如打折 满检 特价 满一送一 新人力包 天价红包等 平时常规性的友会促销 刺激用户购买欲望 套路三 爆热点 这类活动主题通过和热点事件相关了 比如今年的世界杯 带动了啤酒和小龙虾的销量 作为一名老店的营销人员 必须要有一个敏感的神经 利用可以利用的热点事件来帮助店铺提升销售业绩 套路四 游戏抽奖 累着累活动市局一元夺宝 9.9电影圈 零人抽奖 迪将秒杀 众手开奖 三人拼团等一系列游戏化的玩法 利用人性的贪便宜和博弈心理提高用户参与度 打造限量爆款获取更多流量 同时用户也能参与其中玩得开心 最后 关于淘宝天猫网店越来越难做的问题 马仁其实也给予了解答 他说 做生意从来就没有容易过 起早谈黑 担心受怕 忙了一年颗粒无收甚至血百贵 众叛清理 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 说生意好做的人基本是吹牛 一夜暴富成名的事基本上是电视剧里的故事 好生意都是需要时间和心血积累打造起来的 花大量时间精力 未必生意会好 但不花时间精力是肯定不会好 要解决这一问题 是需要卖家要用心 用脑 肯花时间 花精力和花体力 花生意会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